来友们大家好,我是兰花油以凯 这期视频跟来友们分享一下 4月份我们养兰花的重点 这期视频主要是针对北方 希望北方的来友可以把它看完 首先来友们看一下 我时候就剩两个纸沙盆了 塑料盆我已经去搬去浇水了 就是我们在家庭养兰花当中 很多来友觉得这个纸沙盆的透水性会更好一些 它透气性啥的 实际上我们在养护的过程当中 塑料盆要比纸沙盆的沥水性更好 就像我们日常总用的这种兰花专用的塑料盆 如果是同样大小的盆子 那么像这种塑料盆的话 我基本上现在养在室内 我可能是一周吧 就上下了 因为我们这个兰花植料浇水 它没有那么一定一定要几天 就是5到10天之间 我肯定是要浇一次水的 但是同样的盆子大小 纸沙盆要比塑料盆延后几天 因为纸沙盆实际上它的透水性要差一些 然后再来讲一下光照 总是讲光照讲光照 北方的这个光照 它紫外线比较强 就是我们常能看一些视频 因为就是我们不是那个兰花原产区吗 所以一般就是分享这个养蓝经验的不太多 我们看一些其他的视频 总说兰花要加强光照 加强光照 街路头开花做花 这个人家说的很对 说的很对 但是是针对它那个环境 我们说的这个北方 比如说山东往这边 再往南向江苏啥的 我也没咋去过 从山东往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紫外线很强 不要说现在就是冬季 我们养在窗台上都要适当的遮阳 从现在这个季节开始 我们如果能够路养 或者是说这种接受全日照的话 一定一定要去遮阳 北方这个紫外线太强了 兰花是受不了的 我前十天吧 我们这气氛就开始上升了 白天有个十七八度 我就养在我家院子里 那个阳光房 好多男友看过那个阳光房 我那个上面不是还有 那个阳光板吗 有军和七仙女一品霉 这几个品种都被我晒伤了 它这个晒伤当时 当时它不会体现出来 你过个三天五天之后 你看尤其是军和这个品种 是特别不带晒的 就是它的叶面呢 整个就晒糊了 它不是说像那种 可以搬一个一个的 它是连片的 叶面有 叶背没有 另外一个 好像这些品种 如果光照过强了 它这个叶子就做不到这么绿了 它整个叶片 整株兰花都会偏黄 北方的紫外线墙 我再一次强调 就是我们从现在这个季节 开始养养花 如果养在室外路养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遮阳率 要达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如果到正夏季的时候 要达到百分之八十 就是我们现在路养 拉一个单层的遮阳网 就自己感受一下 不要太晒 到夏季强光的时候 拉双层的遮阳网 自己去计算一下 这个遮阳率 千万不要光照过强 如果说我们养在室内 放在这个窗台上养 那么我们可以照 早上十一点之前的太阳 过了十一点 不要再晒了 太晒兰花是绝对受不了的 到夏季的时候 那就是早上九点之前的太阳 十点都不太理想了 兰花我们就是 稍微的去想一下 总说要模仿自然 实际上我们家庭养兰花 这个自然怎么去模仿 就是我们要了解 兰花在野外生长的一个习性 然后我们在家庭养护当中 根据它这个习性 来调节它的水肥呀 它的光照呀 兰花生活在野外山上的时候 它也是长在最下面的 夏季的时候上面大树啊 杂草啊 它这个遮阳率也是很高的 它不是太耐晒的品种 我之前也看过一个 在兰花原产区的一位主播 也有说过 就是在阳坡 阳坡这种纯阳坡 那个太阳全直射的时候 是很少能够长出兰花呢 所以兰友们不要给兰花过强的光照 包括蝴蝶兰 石虎兰 我这段时间可能是 那个蝴蝶兰讲的比较少 实际上我自己养蝴蝶兰 是跟养国兰完全一样的 所以有养那个蝴蝶兰的兰友 你就可以完全去参照 我就是我分享的这些养国兰的经验 它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它们都不太习光 蝴蝶兰也不要太那个强光照 第二个就是浇水 从现在开始 兰花现在正是发芽的时候 发芽的时候 你的盆呢 湿度一定要保持好 今天有一个兰友 他用了一个纸沙盆 比如说就我这个盆子 他给我拍了一个视频 说是不是质量要干到 这个十厘米的时候再浇 这个干呢 不是干 是油润转燥 转干的这个过程 我们就要及时的去补充水分了 不能够等到这个质量干到十厘米 那你这个兰花根 时间久了会出现空根的 另外一个 整个盆上十厘米都干了 那这个西芽就不好下根了 我们讲的这个干 只是油润转燥的一个过程 这个时候就要及时的去补充水分了 尤其是在春季出芽 湿度又低 我昨天还跟蓝友们分享 我们环境湿度低 我们可以通过盆内的湿度来调节 比如说我们这个盆内的湿度 保持的很好 蓝花下根下的也很好 它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在 我们环境的这个湿度 它基本上是可以抵消的 像我家里面养殖性蓝花 现在的湿度呢 基本上白天的时候 因为我花比较多 我湿度相当还高一些 我白天也就是百分之三十几 晚上的一般就是百分之五六十 这就是北方养养花 比较正常的一个湿度 有个来友说 他那个家里面的湿度只有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的湿度啊 人都受不了 你要想办法就加湿 你不要问我说怎么办 想养好 那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做做功课 你不能说往这一坐 看看湿度表 我湿度这么低怎么办 你加湿器上一上是不是 你弄点湿毛巾 你晾衣服啥的 你都往那个栏方挂一挂 人为的去增加一下湿度 北方养养花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我们不会高温和高湿同时存在 高温和高湿如果同时存在的话 那这个时候栏花 因为高温高湿的话 它能各种细菌呢 就比较活跃 所以来友们啊 我们有力 有这个弊端的时候 换一会思考一下 它也是一个比较有力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家庭养养花 我们的兰花基本上 如果室内养的话 你看我们那个兰花很少会得夜班品 反而是我们养在室外 路养的时候 你看探居 秀斑 可难避免了 另外一个就是宠害啊 所以来友们 不要觉得现在这个季节到了 总想把兰花搬到室外去 想方设法的搬到室外去 今天有一个来友更过 养在那个楼顶啊 养在顶楼 无遮无挡的 问我可不可以到五一的时候 再去拉遮阳网 它是山东的兰友啊 不可以 完全不可以 现在就要 一定要遮阳 这种路养 无遮无挡的 还有一个就是风 春天的这个北方的大风啊 兰花也不太能够受得了啊 本身我们湿度就低 风再一抽 你那个兰叶很难保持一个比较水润的状态 就是你的蓝叶很难去保持这种绿油油的一个水嫩的状态 这个就不是说盆内湿度能够解决的了 这个的话它直接伤害的就是它的叶面啊 所以我们不论是在养护当中啊 也要自己逐渐的去摸索 另外一个我们在参照经验的时候 一定要把自己本地家庭各个环境结合一下啊 这期的视频就跟来友们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再见